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全国重点大学——燕山大学 燕山大学源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1958年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系及其相关专业 承建制签至国家工业重镇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 组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学院 1960年独立办学并定名为东北重型机械学院 1978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 1985年创建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秦皇岛分校 1997年学校整体南迁至秦皇岛市 后更名为燕山大学 2006年国防科工委与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建燕山大学 2010年国家国防科工局与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建燕山大学 2014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共建燕山大学 岁月的沉淀升华出渤海燕山的博大胸怀 近百年的文化底蕴注就威俄学府的辉煌气魄 今天的燕山大学已形成以工为主 以重型机械和亚文材料为优势 工学、理学、文学、管理、经济、法律、艺术、教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格局 学校拥有11个博士后流动站 1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5个国家重点学科 4个国防重点学科 工程学、材料科学两个学科 进入ESI排名全球前百分之一 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畏业 有大师之畏业 燕山大学汇聚了一大批学术造诣精深的专家学者 他们秉承、厚德、博学、求是的教训 传道授业 惠人不倦 燕山大学拥有亚文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冷闸板带装备及工艺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先进制造成型技术及装备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极端条件下 机械结构和材料科学 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及国家大学科技员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 依托冷闸板带装备及工艺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的 面向先进高强钢板带产业的科技服务业试点 入选国家科技服务业行业试点名单 阎山大学创科学院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重创空间 并被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管理服务体系 学校在众多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2000年以来 学校连续获得国家科技奖励16项 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 二等奖九项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两项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项 承担973、86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八百余项 2013年和2014年 学校连续有两项科研成果 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和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学校十番重视教学建设 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三个 国家级精品课 双语教学示范课和精品视频公开课等共六门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一个 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三个 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四个 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六个 学校还被教育部批准为 首批实施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高校 教育部首批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 2013年 燕山大学正式加入CDLO国际合作组织 成为亚洲区域中心成员 学校有五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行业评估 其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和电子信息工程两个专业 代表国家接受华盛顿协议专家考察观摩 并获得了教育部的高度评价 文化铸就灵魂 思想成就高度 在艰辛的办学历程中 燕山大学逐步形成的厚德博学求是校训 和艰苦奋斗严谨制学求是创新的大学精神 不仅凝聚着师生共识 指引着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活动 也拓展了学校的思想高度和维度 引领着新时期学校的发展方向 多资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既丰富了师生业余生活 也形成了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燕山大学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合作 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 17个国家和地区的35所大学和研究机构 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2009年 燕山大学与美国脱利多大学联合申办的孔子学院 正式挂牌成立 2013年以来 燕山大学先后与澳大利亚科亭科技大学 联合培养电气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和工业工程专业本科生 国际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欲满源桃里数万千栋梁 学校按照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的人才培养原则 大力培养、德志提美全面发展 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级专门人才 1958年以来 燕山大学共委国家培养了十余万名毕业生 他们已经成为工作在国家机关、大型骨干企业、民营企业、高腾学府和科研机构的各级领导干部、企业家、学术和技术的带头人 从昔日的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到今天特色鲜明快速发展的现代大学 燕山大学的发展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1986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为学校提写了校名 姚依林、荣毅仁、李兰青、周铁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也曾先后来到学校视察并提词 2000年 学校八十周年校庆之际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亲笔为学校提词 办好燕山大学 培养高素质人才 燕山远眺前程远 渤海观潮 天地宽 燕山大学四万余名师生员工 意气风发 抢抓机遇 锐意改革 正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 具有机械、材料等世界一流特色学科 和学研产协同、办学特色等 中国一流大学 学校補学校唯一 和学校唯一 和学校参照 剑